接下來跟大家分享這個殘酷的事實 這個事實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我自己教程式的時候 很常遇到一些學生問我的問題 所以我就把它整理了一下四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請問一下老師 這個文主跟理主學起來是真的比較有劣勢嗎 是真的學的比較慢嗎 我跟你說答案是對的 不好意思原因是這不是占文理主 不要不要說什麼 瞧不起文主啊 怎樣了不起 沒有沒有 原因是因為我覺得理主的人通常在大學的時候 比較常上的課都是在訓練這些邏輯思維的推導 還有這樣這種抽象能力的具體化 就是你要怎麼把一些很奇怪的東西 把它想像成我們看得懂的看得到的符號出來 我覺得理主的這個思維比較常在做這件事情 那文主可能也有 但是我認為啦 這個課程的比重訓練的方式本來就不一樣 針對文主來說 如果你要學好的話 其實你可能要花的時間是真的要比理主再多一些些的 這是無可避免的 好那題外話啦 像我們這種轉職載跟純資工 比如CS4年出來的這個出來寫程式的結果 一定也落差很大 因為我自己實際上看過資工系出來的程式 怎麼還是寫的比我好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因為人家寫這個寫了4年 你才剛寫比如說半年一年的時間 就是無可厚非的 第二個老師啊 這個如果我換你去當工程師 年薪真的可以破百嗎 這應該算是這個什麼 問題頻率第一名 這大家追求寫程式本來就是希望年薪高一點 答案是可以 但是這個可以不是那麼簡單 我自己觀察的結果是 通常像我們這種轉職載 大概要三年以上 三年以上的時間才有機會可以拼破百 而且還要看你的產業 如果你是去 假設你有進到比如說像竹科啊 這種科技業的 破百的速度應該更快 但是如果你是在別的 比如傳統產業好了 那他們可能自己 產業的發展跟他這個軟體的加薪幅度 可能就有一點限制 那你要破百可能還是需要一點時間 但是我自己認為啦 三年通常三年 通常三年之內幾乎是有機會可以拼破百的 再來第三個問題 請問一下我如果現在已經30歲以上 如果要轉職學程式來得及嗎 答案是這個看你的目標 這一樣是看你的目標 這個如果你想要學興趣 學學程式是什麼的話 這一定來得及 你60歲來得及 我們那一組的組長 就是因為60歲伯伯 他真的是很厲害 我覺得他學程式也很猛 就是學到老活到老學到老 所以我覺得他還蠻讓我欽佩的 但是如果你是想要以換領域的角度 然後想要讓自己薪水變高的話 我覺得他會有一點點的風險 因為畢竟可能30以上的 30歲以上的人在原本的產業都有點年資了 所以如果你要今天轉到這個IT產業 從工程師開始做起的話 那你要勢必要放掉的這些時間成本 然後是薪水的這個成本都是比較高的 所以你可能要想一下是說 我剛剛講的如果你換過來 薪水開始拼 那這樣拼拼拼拼 3年後有機會破百這個情況 你可不可以接受 因為我曾經遇到一個我朋友 他是醫生 然後他的男朋友也是醫生 而且還是急診師醫生 這種薪水都很可怕的 然後說他這男朋友想要嘗試的轉換成工程師 問我要有沒有什麼門路 那值不值得我跟他說 你這個薪水的會要 掉下來 如果你們可以接受的話 我當然也是覺得沒什麼意見 因為寫程式也蠻好玩的 所以終究是看到你自己的目標是什麼 你想要的是錢 還是喜歡寫程式的感覺 這個就是看你自己 第四個 老師我想問一下 我如果程式寫的爛的話 我是不是不能當工程師啦 你這產業待不下去啦 怎麼辦我拼不夠那些寫程式 比我好的人啊 答案是 不是 千萬不是 我跟你講這個IT的產業是非常大的 意思就是說 除了你專門做開發的 像前端後端這些RD以外啊 他還有別的職業可以做 像是PM 我們常講的PM 那還有Sales 然後還有像比較資深的PM 可能他不只是PM的背景 他有一些技術背景 就叫做TPM 像這些職務的話 基本上都是要需要一些跨領域背景的 那特別是說 如果你原本在轉職之前 你就在某一個領域待特別久 像是金融業 或是像醫療業 然後還有像科技業好了 比如說半導體業這樣子好了 那你如果原本就在這些領域待比較久的話 那你換到這個IT產業的話 其實某種程式上去就變成跨領域的結合 所以假設你不是以工程師為目標 那你其實你可以考慮說 你換過來可以去做PM 甚至可能去做管理職 因為我們以前也有人是來學Big Data之後 一出去就做管理職了 因為他本身就有足夠的Domain Know How 這也是我覺得挺厲害的地方 那還有一些 像是我們有雲端架構師 雲端架構師是你可能要對AWS GCP Azure 或是其他的一些Cloud Service非常的熟 今天如果有客戶問你一些這個產品上面的問題 你可以馬上回答他說 我覺得你可以用GCP上面的一些什麼Cloud Service 來解決你的問題 那如果你今天要做資料倉儲的話 或是資料分析的話 像什麼Bitcurry 這是可以用的 這樣子 像這個就是比較偏雲端架構師的角色 那他寫程式的比重就會稍微小比較多一點 因為可能要花很多的時間去摸索這些Service 然後去了解他們這個雲端的生態 所以要看很多文件等等的東西 所以如果你今天你自覺自己程式寫的沒有那麼好 但是你對摸這些雲端的元件 特別有興趣的話 那我覺得他也是一個你可以去考慮的方向 所以千萬不要覺得是說 自己程式寫的爛 好像這個這份工作就結束了 這輩子再轉不了職了 當不了工程師了 沒有千萬不要忘字菲薄 當然我覺得學程式學的好 是非常好的基礎 這是非常好的基礎 但是他後面的發展是挺多元的 所以千萬不要忘字菲薄 我覺得自己就這樣子了 好啦以上這就是我自己從轉職學程式 然後用程式到後來教程式的這些 心路歷程跟心法 就分享給大家 這如果你們在學程式有遇到問題 千萬不要放棄 記得我講的要抽離一下 而且要堅持練習 這個東西你持續的 1.5個月到2個月之後 你就會開始感覺到你跟別人的差異 你的實力就拉上來了 你的實力上來你就有興趣 興趣來了你就有心水 你的心水變高了你就更有興趣了 這就是一個正向循環 好啦那我們這集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你覺得這東西有對你有幫助的話 還請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加好分享 謝謝大家 那如果你在學程式 或是你在這個轉職的路上有遇到一些問題的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 通常我看到了都會認真的幫大家解答一下 但是他怕奇怪了 我解答完之後大家就不理我了 到底有沒有幫助也不跟我講一下 氣死我了 好那我們這集就到這邊結束了 謝謝大家 掰掰 我們下集見 我們下集見